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来看PH 在酸碱里面 这算是一个小小的计算 但是这种计算呢 通常来讲 不会在大口里面出来 但是你要知道怎么算 起码要知道怎么算 是一个问题 好 我们来从水温解离开始看 水温解离 它可以解离出来 氢离子跟氢氧根离子 当然纯水的解离度 非常非常小 测出来的话 氢离子跟氢氧根离子 它们两个都相等 KW所代表的意义是氢氧根离子 氢氧根离子 氢氧根离子的浓度 属于水的浓度 那因为水跟浓度 它们两个来讲大很多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面 而且这是分子的状况 我们就把这个忽略掉 一切 所以KW 就会等于氢离子的浓度 乘上氢氧根离子的浓度 出来以后 它是1乘于10的 负14次方m 所以在这种状况上面 我们定义KW 就是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就讲到PH 各位都学过 这个LOG指数 对不对 LOG的计算 这就是所谓的PH的一个定义 就是 氢离子浓度的LOG指数的导数 就是所谓的PH 那为什么要用PH 就是这种方式来表达呢 因为通常来讲 当氢离子或氢氧根离子很小的时候 用这样的表达 会比较好一点 就像我们用磨耳来代表6.02乘以10到23次方 一样的意思 因为你不能老师讲说 6.02乘以10到23次方 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说你讲说一磨一磨一磨 OK 大家都听得懂 PH 有异曲同工之妙 好 那当初只定了PH 并没有定POH 只是 后来又 大家想说 既然有PH 那我为什么不能够定义POH 所以 既然这个叫POH 对不对 那这边自然叫做PH 对不对 你们都是念PH 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化学系 谁敢念PH 老师一定骂 任何系都可以练PH 可以练化学系 不能练PH 所以说我们在化学系里面 一定练PH 因为这是德国人的看习 好 只是大家看反正都是英文字 其实它是德文字 好 就好像这里 看过这个标志吗 拿出 蛤 不是 不要讲 福斯契春 好 好 怎么样 有 那这两个是怎么样 表现成的 很明显 美讲的 语啊 饭 这两个是德文的 都是英文 Wo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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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字叫做 墨 饭 OK 我同学就跟我讲说上课一定要讲些废话 讲些笑话 这样的话会很无聊 不是说我很无聊 学生学的会很无聊 这一点没有问题 对不对 都可以接受吗 13至11的例题 1.5乘10的负二次方 它的pH和pOH是多少 总算 然后呢 它给你log3跟log5 我全部把它摆在这边 1.5乘10的负二次方m 我们知道过内酸根 它会完全解决 因为它强酸 所以当它是1.5乘10的负二次方m的时候 它的氢离子浓度也等于1.5乘10的负二次方m 好 它就是负log1.5乘10的负二次方m 等于多少 总算 总算 四位 请注意 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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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这个时候 都是经过设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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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因为什么 你计算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 当指数据计算的时候 你总不能说 我拿个计算尺 各位看过没有 计算尺 这是很古老的工具 就是 现在各位是用计算器 那我们那个时候是用计算尺 用m 这样子 反正这样子拉到这边 就知道出来 这边 数字大概是多少 好 我先跟各位提醒 来看这边 会不会一下 例题上面 并没有告诉你设定 总算 对 对 好 那这个要设定 我先提醒各位 我再提醒一次 这前面的数字 绝对是经过设计 用LOG 7.6.5 嗯 用LOG 7.6.5 LOG 7.6.5 OK 好 这个东西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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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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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好 吗 再来 这个是什么 5是0.7 对不对 log3是0.48 这边注意 log10的-3 就是-3 那这边是不是加3 这边减3 这边减3 对 是不是 那这边出来 就是3 减掉1.18 对不对 1.82 OK 直接 反应都过来吗 会不会太快 10-2 这边1.5 就可以 当它变成15的时候 是不是 10-3 OK 可以了吗 好 好 好 所以 因为你们 不是 不在一般讨论 考段考 所以 没有人会去考你这个东西 但是你要知道怎么算 因为 怕这个老师突然 哪根筋不对 还真给你出这种 莫名其妙的 题目出来 因为他出这种题目出来 他认为是送分给你 他认为是送分 他不是要考虑 他只能把分数拿给你 那这时候 你不要的话 太对不起 好 来看下面 13-12 的例 提示告诉你是 9.62 各位 这种题目就不会出了 9.62 就不会出了 一定会出9.7 为什么 考低 对 你才算不出来 9.62 暴力算不出来 算你会量红 好 怎么算 9.7 等于10 减0 点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 然后 他是说 负 Log 的 氢离子 是等于 9 加0.2 10 减0.3 10 减0.3 对不对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好 把负号 拿过去 Log 氢离子 等于 -10 加0.3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那氢离子 就等于 就等于 -10 Log 过来的话 就是10 -10 次方 对不对 是不是 加0.3 0 0.3 是Log 2 就是 乘到2 对不对 对不对 表解这意思吗 Log2 是0.3 Log10 -10 四方 就是 -10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是不是 因为这边加 所以说这边变成 对不对 了解了吗 为什么说 用9.7 就是变于 变于计算 所以这些数字 都是经过设计 可以接受吗 那如果说你去算那9.62的话你看看 又要除又要乘又要怎么要 一大点 OK 可以了吗 圆 好 再看一遍 -Log 是等于10.0.3 这一点也没问题 对不对 OK 你把负号拿过去 是不是Log 这个东西是-10加0.3 也没有问题 对不对 把Log 移过去 是不是Log 那所谓一过去就是说 我把Log拿掉 在这种状况下面 什么时候它会-10 就是10的-10 四方 用Log的话就是-10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什么时候会是0.3 是2 是0.3 对不对 那 那既然中间是加 所以说Log Log之前是乘 对不对 就变成2乘上10的-10 四方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好 讲到这边 要提醒四位一件事情 万一有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它一定会给你 所以当它告诉你Log2 Log3 Log5 Log7的时候 这是叫你去用这些东西 懂不懂 知道吗 就是叫你去用 叫你去做计算 所以 如果说像这一题 它只会给你Log2 对不对 那这一题呢 它会给你Log3 Log5 对不对 了解这意思吗 所以没有给你了 你就不要看我在那边想 那如果说要用Log5 Log7 它没有给你的话 我跟你讲 没有你会出动 因为它要送分 各位知不知道 围场里面有一些试考生 就是 入围的初题老师 他们把题目出出来以后 然后有一批学生 是已经考完 比如说学测 考完学测 也考完 指考那些学生 他们会跟着老师一起入围 他们要做什么呢 去做那些题目 那那些题目 好比说有两个人 同时在写一题 但是他会往那边想 我看题目会往这边想 注意 光是想法 他会往那边想 我会往这边想 就看提议上面 那这一题就要被修正 不管国中也要 国中考高中科高中科大学 都一样 都一样 所以 类似这种题目 那个是考生一考 那请问漏个器 等你多找 哦 所以说等到题目到我们手里面说 没有这种可能 懂这意思吗 所以 当他给你这些条件的时候 请你记得 你要去用这些条件 好 我们看下面 请看平量 十三之六 平量的十三之六 应该就在下面 十三之十二的下面 就应该是学习平量十三之六 对不对 是不是 有没有 十三之六 不是 学习平量十三之六 刚刚 刚刚内提的下面 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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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之六 好 十三 对 对 对 OK 再 都找到了 十三之六的题目是不是这样子 OH是7.2乘上10的-5 对不对 然后他叫你算天均 对不对 是不是 那 7.2 就等于 8乘19 8乘9乘10的-6 有没有 问题 8乘19 8乘2的三次方乘上3的平方乘上10的-6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82的三次方 9是3的平方 為什麼要寫到這邊呢 他告訴你LOVE2比0.3 LOVE3比0.4 剛剛書上面跟你講 屏幕的話他一定要給你這個 好 那如果說我們取LOVE -LOVE的氫氧跟離子 等於-LOVE2的三次方 乘以3的平方乘以10分6 這只是個取附落對不對 這應該沒問題吧 好 在這種狀況下面 各位可以看 這邊是 LOVE3的 2的三次方 就是3乘上 LOVE2 2 然後加上2乘上 LOVE3 加上-6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 看一看 哪裡有問題 白 x的n次方 取LOG以後 就是 N乘上 4 x 就是在你們課本裡面 可以講到指數的計算 這一點給我幾分 有沒有 怎麼樣 好 再接下來 就是 加減乘除了 LOG2等於0.3 3乘上0.3 然後 加上 3是0.48 2乘上0.48 然後 這邊 減掉 6 對不對 是不是 然後 變成 6 減掉 0.9 減掉 2 8 16 18 0.9 6 等於 1.86 6 減掉 1.86 4.14 4.14 pH 它的pOH 是 注意 這個是OH 氢氧跟離子 4.14 對面是4.14 所以 14 減掉 4.14 6 8 13 4 9 所以 pH 最後的答案 是 9.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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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就是pH加pOH 等於14 就對了 1.86 4.6 1.86 0.86 2.86 1.86 2.86 4.86 4.86 4.86 1.86 1.86 1.86 你這取指數以後 就是pH加上pOH會比14 對不對 是不是 絕對不會是13也不會是15 絕對是14 所以說你知道了pOH以後 用14去減顆數pH 反正兩個加起來一定是14 OK 可以嗎 所以 我再強調一次 當給你這些條件的時候 就是要用在這些計算裡面 這一點有沒有問題 陳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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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佑 陳佑有沒有問題 還在想 還在寫 還在寫 OK 別人有沒有問題 這裡還沒有 自己有沒有問題 還好是 還好是 幹嘛問我 OK 也就是 懂嗎對不對 只是需要練習 B B 他是說他的pH是13.4 他會比如說他的氫氧化是多大的溫度 我A可以插掉嗎 對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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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pOH是0.6 那0.6的话 这不准备好处 好 好 0.6大概就是差不多1.5小一点 好,如果说我把它改成0.6 0.6就是2.6 嗯,哦对 好,在这种状况下面请你注意 这个非常非常的小,对不对 是不是 这个时候呢,就要用k打中这个计算方式 等于 氢离子是这样的 所以说,OH呢 好,我画建筑这个里面有问题 kw等于氢离子浓度乘以氢氧氢离子浓度 对不对 所以说氢氧氢离子浓度 你把它换一下就是k打中除了氢离子浓度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个时候你这样加的还是要除的 嗯 除的,它只是换那个本号左右边而已 对啊,只是换本号左右边嘛 它本来是k打中等于这两个相乘 对不对 不是相乘 哦,相乘 不是相加 相乘 k打就是相乘 ph跟poh是相加 ok 只是取肉本以后它就相加了 对不对 哦 好 好 这一点有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了吧 可以了吗 好 然后你把氢离子带进去 也把k打丢带进去 10的负10 4次次方 然后这边呢 是4乘以10的负14 负14次方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这边是1嘛 1乘以10的负14 然后下面呢 是4乘以10的负14 对不对 是不是 这样 除出来的话 1除以4 就等于 0.25 0.25 对不对 是不是 那 因为 轻化铝 轻氧化铝 是强定植子 它会完全解离 所以 轻氧跟彼子的浓度 就会等于 轻氧化铝的浓度 对不对 所以轻氧化铝的浓度 也就是0.25 了解这种计算方式吗 好 看一看 看一看哪里有问题 我们再讨论 没有关系 我建议各位尽量问 我读高中的时候就是不好意思问 结果搞得自己很凄惨 我儿子也不愿意问 所以说他读高中这篇他就已经放弃了 都是遗传到我的缺点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个轻氧 后面有4乘10 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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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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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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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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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五 六 七 八 九 為什麼沒有四六八九 因為四等於二等平方 六等於二乘三 八等於二的三次方 九等於三的平方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說 原則上你就記二三七 但是要不要記不要 千萬不要去記 為什麼不要去記 因為題目會給你 那 這個課本裡面沒有 所以說麻煩你把它寫下來 這個課本裡面沒有 這一本課本裡面沒有 所以麻煩你把它寫下來 二三五七把它寫下來 所以 當我去看 我家公子的席作的時候 他只要那個題目後面 給這些條件 就表示說一定要用到 他才會給 用不到他就不給 了解這意思嗎 好 這是指數的計算 你說真的到時候會卡這種東西嗎 I don't know 如果說題目 不會那麼多題的話 原則上他不會卡到這麼細 但是各位一定要知道怎麼去算 用意在這裡 這個是一個高中生 所應該具備的基本能力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再想想看有沒有問題 不要隨便放過我 字節再想想想看 還有哪裡 還有卡卡卡 再想想看 陳佑 有沒有地方卡卡卡的 沒有 陳佑 還好 李渊 為什麼 不是那個 清淋子跟清淋子 加起來等於十四 然後我們這裡 這個清淋子 畫裡 這裡算是清淋子 這個清淋子畫裡 可是為什麼加起來等於十四 為什麼加起來等於十四 現在問題就是說 當他的濃度很大的時候 那這兩個你說 是這兩個的關係對不對 那這一個陳上這一個還是會等於這一個 還是會等於這一個 是這兩個的成績啊 那只是說這邊清淋子濃度已經非常非常非常多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說幾乎裡面都是清氧跟離子 那這邊只是告訴我們一個觀念 就是清離子濃度大的時候 清氧跟離子濃度就小 那清氧跟離子濃度大的時候 清離子濃度就小 也不過是用這樣的一個數學的方式 來告訴我們這樣一個觀念 OK 那只是說當我們運用這個觀念的時候 在普通的學校裡面 他就要考了 不然的話他問這種觀念 那誰不會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這意思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那後面 就是 B級的部分 對 他都給QH值嗎 嗯 他給的是QH值 為什麼 後面就是 有時候他給那個 有時候會計算OH 對 OK 像這一個 他給你OH濃度 叫你計算PH 然後這邊呢 他給你PH 叫你計算OH 對不對 對 只把你反過來而已 是不是 然後呢 這一個呢 是 告訴你 酸的濃度 他叫你計算PH 又叫你計算POH 對不對 是不是 然後 這邊呢 是告訴你PH 然後 他直接叫你計算氫離子濃度 對不對 對不對 他也可以去問說 請問 欣揚跟彼子濃度 什麼的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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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那 反正都是 這一個問題 是不是 當這兩個不變的時候 那 這個裡面 的變化 就是排列走的 是不是這樣做 有的意思嗎 那我給你這個 我給你這個 是不是可以問 氫離子濃度 給你多少 對不對 那我給你這個 那我也可以問你氫氧跟離子濃度 給你多少 對不對 然後 我給你氫離子濃度 那我可以問你QOH是多少 對不對 這些都是排列整合嘛 是不是 那 不變的是什麼呢 不變的是這兩個 對不對 當這兩個不變的時候 你其他就往裡面套 好 所以說 當你去做席座的時候 因為課本上面沒有這四個 就麻煩你寫一下 把它記下來 把它記下來 那後面的席座可能 可能會用到 就可以去運用 所以我在提醒各位一次 就是萬一有給你這樣的一個條件的時候 請你能夠反映出來 這些條件 不是讓你去看 這些條件是給你去用的 如此而已 不管是物理或化學 都是如此 可以了嗎 我可以插嗎 好 好 下課 休息一下 欸 請好 如果有看 我要提一下 想去算 什麼 什麼 我現在正在 算錢中 我們 就